等会儿 沉默的游客开口 今天我们来录一集关于90后电视剧回忆的styling video 我们90后嘛,然后我们就从电视剧里面获取灵感 就会为对方搭配衣服,每个人五套 不是穿在地上,穿在套 所有的电视剧都是,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大陆剧,不对,华语剧 这是阿呆的第一套 然后我给你的提示 这是一部台湾大陆合拍的电视剧 然后是四个女人一个男人主角 然后呢,我要告诉你演员,是什么演员 没有演员 演员有刘若营,是成功 女郎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自己是哪个角色吗? 最年轻那个 不是最年轻 最幼稚那个 比哥,我答这个了,你就是哈妹 哈妹 然后你转一圈 这是什么造型 这是第二套 然后,呃,这边我拍的发现了 这是法国电视剧吗? 没有没有 这是一部,也是一部大陆剧 然后是一部武装剧 然后你是一个男人 你就是这个男性角色 然后他所有的衣服都是白细细的那种感觉 就是绿,就是那种裸色或者白色些 然后他这个角色的名字是四个字 然后跟餐具有关系 具体 然后他里面有个很,很,很经典的命 就是会运功 就是裸,就是女的会裸上 所以要运功 OK,这个角色四个字里有一个字是刀 小李被刀 然后他就是,哦,我是小李 对啊,就是小李 哦,对,你是小李 OK 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你猜这对象什么 不经允 你要看一下他有什么表情 你要弄那个披风,就是飞起来的那种 你要拿个风向吹路 就是 等我啊 我把你认识 这是一部 这是一部台湾偶像剧 不是 然后,但是演这个角色的女生 想忧 不是 但是演这个角色的女生是 是韩国人 然后是配音的 就可能有点男菜 有点 影视影那个 哎,对啊 就是那个 霍遥的星星 就他一直有一个就是球手在边上 哎,我觉得这样穿还挺好看的啊 但我没问题可以选择这样出门再会儿 我猜要出来打你 不是 这是一个 这不是一个电视剧 对 然后你扮演的是一个男性 啊 是一个老年人 然后 是春晚固定班底 相声 比如很久都是固定了 然后是相声界的老大 我投降了 不太懂相声 但是你肯定知道这个人 然后是 不是啦 然后他是 站住了 嗯 我想想看 就是他是一个 演的是一个农村 大爷这种感觉 哦 不知道很像 对啊 白云黑土啊 你知道吗 啊 知道 对,但是其实我在想会儿换长裤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短裤比较好看 你猜这是啥 我觉得我像口口里 这是一个香港TVB的电视剧 但是它是现代西方的衣装 嗯 六十年代左右的剧吧 但我觉得你肯定看过 我觉得我像口口里文 口口里面有什么啊 嗯 口口里文 就我觉得很像李文 就是这个李文的感觉 anyway了 其实你扮演的是这个人 一二三 我觉得每一个那种剧里面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这种人 就是 anyway了就是他 然后把他给绑过来了 我中国人传统的美德 贫穷 你猜你是谁 我已经知道了 对,我已经知道了 大家猜猜他是谁 猜 猜我是谁 答案就是 你要先给 你要先给 就是提示 然后到底是谁 全中国人都看过这电视剧 然后名字是三个字的 然后演员是两个字的 然后是清朝剧 清朝剧 有一个姑娘 对了 就是小燕子 我觉得我觉得很像红孩儿之类的 现在我们要为这个加冕一个东西 你不能动了 ok 我不动 因为你是格格 格格一定要 庄重 对 来了 你猜你是谁 动一下 他是一个最火的 嗯 我们想 首先我是男人 女人 首先 首先来吧 首先你是一个全台湾的偶像剧 然后你扮演的是一个男人 他很火火到全 东南亚 我像苗本歌手 全东南亚都会看的一个电视剧 三个字 我已经知道 我已经知道 他是卷发对不对 对 就是 一起说 3 2 1 到名思 首先 上海人 小时候 上海人会看什么电视剧 上海本土的电视剧 老娘舅 然后老娘舅 就是 因为这个剧 我觉得 我现在放出来很多人都会猜不到 就是你把人机板猜不到 所以我就只能够解释 对 所以你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 广东版老娘舅 里面一个很经典的角色 然后 是个阿姨吗 耶 是个阿姨 所以要拿一个刀 他是里面一个厨师 就是 他是广东人的阿娇 他在角色里面叫阿娇 就不是TWINCE 那个阿娇 就是一个阿娇 但anyway 不是阿娇 阿姨 这个是阿姨 而且你有 海阿姨 你说 我说了 这五海阿姨吗 耶 我觉得我是有翻译超标准的 不好好看哦 好 好 首先这个造型呢 那个演员曾经有出现过 就是他演完那个以后 他又一个很很火的东西 ok 然后他扮演的是一个你老家的故事 我老家的故事 不是 就是你出生的地方的故事 ok 然后呢 然后他在里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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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代 明国 明国 三 二 我不曉得名字叫什么 怎么办 演员是谁 赵威啊 赵威啊 她的名字叫什么 一婷 你要扮演唱歌 就是在你家那个 白乐的唱 要跟我一个 很像这个歌叫去扫地 不像英国女王